近日山东青岛市公安系统多名高官突然被拘捕 因为涉及青岛最大涉黑案 涅磊案 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包括青岛市原公安局长王永利 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明等人纷纷落马 引发了青岛公安系统的大地震 而这些落马的公安官员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 广州新快报记者爆料 9月29号晚 青岛市里仓区公安分局局长冯月新 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于国明 市南区刑警大队长劳山区政法委书记被抓 市南区公安分局局长在逃 劳山区政协主席也被抓捕 青岛市原公安局长王永利被双规 山东省公安厅发言人日前证实部分公安官员落马 案件涉及黑社会头目涅磊案 据悉 涅磊案在宣判前叫停 中共高层指示此案要重办 青岛多家夜总会老板聂磊及130多人去年被捕 其中有15名处级官员 他们被控杀人 开赌场 非法持有枪支 贩毒 组织卖淫 敲诈勒索等罪名 被称为青岛打黑英雄的冯月新 被曝光白天是公安局长 晚上是黑社会老大 他利用取报候审等机会搜刮巨额钱财 冯月新在青岛的三处别墅价值500万元 并在澳洲投资矿产 继而早已移居澳洲 青岛落马的公安官员几乎都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在李昌区公安分局局长冯月新的管辖区 法轮功学员关军 高明霞 江吉兴等多人被警察绑架 抄家抢劫 非法关押劳教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2009年发布了对青岛市市北区公安分局局长 余国明等人的追查通告 法轮功学员金凤利 李涛 陆雪芹等13人 2008年被市北区公安分局以好运的名义绑架 13位学员都遭受了酷刑折磨 其中郑小强被打得毁容 徐志峰的双眼被殴打几乎失明 刘连军的前门牙齿被打掉了一排 陆雪芹遭到警察连续九天九夜的殴打 造成全身肿胀 大面积淤血和血栓 骨骼变形 昏迷步行 多次濒临死亡 由于警方拒绝让他做手术 而延误了治疗时机 造成他下半身瘫痪 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 报道了陆雪芹等青岛学员被迫害的案例 当地法院为了掩盖酷刑 把陆雪芹作为个案 与其他12名学员分开 江天勇 李苏斌 韩志广等15名维权律师 为这13名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 2009年3月 此案开庭审理 15名律师认为 整个案件从始至终都严重违法 律师集体拒绝出庭表达抗议 并联名控告青岛市法院违法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系统的 非常系统的违法 觉得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我既没有碰到过 我也没有听说过 我觉得这太荒唐了 作为法官要公然去违法 我们就认为他这种行为 说真的 他就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 你把一个国家的法律彻底给颠覆 那这个国家还能运行吗 被双规的青岛市公安局原局长 党委书记王永利 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凶手之一 数次被追查国际发布通告 追查他的迫害罪行 自1999年以来 青岛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至少有39位 被非法劳教判刑的学员高达数千人 多人被判十年以上重刑 至少60名学员曾被绑架进精神病院 遭强迫注射 破坏中枢神经药物 以及电针 灌石等摧残 更多的学员遭受酷刑 洗脑 关押经济敲诈等等 青岛其他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凶手 包括青岛市原公安局长万国忠 因涉谎堵黑 为罪自杀 青岛来西市教育局局长张维才 被人枪击身亡 青岛市检察长刘命信 因酗酒突然死亡 青岛市法院副院长刘清风 涉贪污案被捕 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涉公共情妇门 被判无期服刑 明慧王指出 善恶有报是天主 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 如不知悔改 都将受到天理的严厉惩罚 新唐人记者李元汉 标语综合报道